俄国的民众现在担心被动员去打仗 生死未卜 但是中国民众现在也在为清零封城 在抗争 因为封城的结果 也有可能让他们在生死挣扎 但是中国方面似乎还在耀武扬威 这是央视意外曝光的殲-15战机 飞越了美国军界上空 小贯婷 这个画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底下真的是美国的飞弹驱逐舰吗 那这是代表中国的战机很厉害吗 钟强哥这是央视军事 这一段一个节目做的一个大内宣 这个节目在讲什么 他在讲说中国很厉害 首个航空母舰辽宁舰 已经入列十周年了 就拍了一个这样军事节目 讲说航空母舰多厉害多厉害 展示很多画面 那其中呢 有个画面就是有一台殲-15 从上面飞过去的时候 旁边的下方有一台 美军看起来像美军的战舰 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结果呢开始有网友 放大了之后说 这是美国博客级飞弹驱逐舰 而这样子一个讯息 在什么平台出来 在中国的很多社群平台流出来 流出来之后呢 到今天为止 美国军方跟中国军方 没有证实这件事 那这件事情截图 在整个社群平台上面流传 我先讲他的目的是什么 跟为什么中国的央视军事这个节目 他要把这样一个画面 故意藏起来 故意给大家看到 因为针对性极强嘛 我们大家知道吗 在几天前 美国的博客级飞弹驱逐舰 现在比例出来叫西金斯号 刚刚通过台湾海峡 而且当时还有另外一台 是加拿大的 哈利法克斯号的巡洋舰 温哥华号 两台通过 通过20号才刚通过 通过每几天 中国的央视这个央视军事节目 直接把这个画面秀出来 这代表说是针对这两台军舰 美国跟加拿大的 经过台湾海啸 还要告诉大家说 我有飞机飞到上面去 看得到你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是非常幼稚 而且无聊的表现 为什么这样 我们看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在世界各国的军事论坛 有很多讨论 我给大家看几个军事迷的分析 你就会知道 中国人真的很幼稚 连网友都可以打脸你 我们看最上面这次在写什么 他在讲说 你中共不要挑衅台湾 不要想要打台湾 这些事情一切就没事了 你在这边扯这个画面干嘛 第二个这一个留言更有趣 第二个原因说什么 酸说 哇好厉害哦 你拍得到美国军舰 你这是中共的空军史上最大的成就 这第二个 但第三个我觉得最有意义 第三个我觉得是专业的一个军事迷 他所讲的分析 他想什么 他说这完全没有什么大不了 今天中国想用一台歼15 飞到伯克级飞弹军舰上空 就想证明什么 一点都不能证明 因为你飞到美军的军舰上空的时候 其实你早就被美国的雷达锁定了 美国是要不要把你打下来而已啊 所以你贴这张图 在整个军事节目中 把这样子一个图后来截出来 完全不知道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结论就是 中国这是非常幼稚的表现 对